好年关将近 萧小猖獗居然也把歪脑筋 动到死人头上来了 光复的富田公墓 近日内就有八个坟墓的 旅门不翼而飞 那么村长刘冠门表示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而家属则是气得 报警来处理 光复乡富田公墓园区 临路的坟墓旅门都还建在 不过走进墓园里 就发现好几个祖坟的旅门 不翼而飞 刺骨寒风直接灌入 看着社区居民是无奈又气愤 对于萧小无道德感的行径 持之以鼻 像这种的情维 祖先你这样 不太尊重他们 不太尊重他们 不过我不是在诅咒他们 你做坏事 人在做天在看 面关将近萧小猖獗 居然也把歪脑筋 给冻到了公墓祖坟 头上来了 凤林警官局接获家属通报 侦察队也立即到场查证 寻找蛛丝马迹 发现现场召窃旅门 约8片召窃 现场采得可疑指纹树莓 并积极调阅 入口监视器 过例可疑涉犯的民众 窃嫌 获知公墓园区有部分 竹坟风水旅门遭窃后 村长柳贵满 第一时间内就赶紧提醒村民 去查看自家竹坟风水 是否也遭人偷窃破坏 并表示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 后来就有骨灰塘 骨灰塘就从那个里面 有钥匙 钥匙打开 那骨灰塘就放在那里面 那他在偷这个旅门 大概要去迈的 以前我们部落这边的公墓 有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 在四年 好像四年前也发生过一次 萧小猖狂 居然打扰安眠的祖先家人 社区部落也议论纷纷 期盼警方能积极侦办 尽快将不肖人士审职与法 以告慰天上祖灵家人 记得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